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哦 hello大家好 这里是麻辣熊猫 最近成都真的是太冷了 今天只有9度 所以我准备去吃一个羊肉汤锅 暖和暖和 走吧 四川的冬天真的是太冷了 而且还没有暖气 所以一到冬天 那我吃羊肉汤的餐馆就特别朋友多 所以我们就随便找一家吧 诶 这有一家 去看一下 你的羊肉汤锅一份要好多久啊 四五个小时 四五个小时 你们是纸卖冬天吗 对 成都在车子卖冬天 然后车子卖冬天 然后车子卖冬天 你看一下吧 哦 它 它是超餐 它是超餐 哦 你现在要把饼子太多 哦 你知道超餐吧 你一人超餐吧 好 好 它就一个一人超餐 好 它就调料在哪 这是调料 你调料 对 说实话 我还不太知道应该怎么打它的调料 这好像有推荐 不知道怎么打调料的小伙伴还可以参考老板给出的配方哟 厚销 是这个吧 这个还是这个 这个吧 一点点哦 它吃的辣 小米辣很便宜 什么呢 盐 盐 盐 半小 就是味性的 味料 鲜鲜 食量 香菜 就是 都可以玩这个是精华这个 很甜 哇 谢谢老板 看起来好暖和啊 这个是 这个是送了蔬菜 哦 谢谢 送了蔬菜 一只的泡菜 哦 好 哇 谢谢老板 看起来好暖和啊 你看我选的是这个一人份的泡菜 这里面有一个一大碗这个羊肉汤锅 这是老板熬了四五个小时才熬出来的 它有一碗羊肉汤煮的蔬菜 然后老板做的小菜 然后这是我打的调料 还有一个锅会放在羊肉汤里面吃 然后还有一碗米饭 这才20公斤的加糖黄算 就也有那种就是 一大锅 然后一群那只加热可以吃的 一大锅 还有一个锅会放在羊肉汤里面吃 但是这种你个人不能有 很方便 通常就是 软锅清淡 然后就是 一点也不稠 那有一点点羊肉的味道 但是是合理的 很好喝 我要先 吃点羊肉 这也太好吃了吧 好好吃哦 真的很好吃 四川的冬天真的太阴冷了 而且没有暖息 全靠清洗汤 所以不吃羊肉汤 就是过不去 然后这个是饼 也是很软 好像厚实的 在羊肉汤里面一起吃 好吃哦 好吃哦 喜欢吃面食 一定会喜欢吃的 在四川 由于冬天阴冷的原因 大家还有个习俗 就是在冬至这一天吃羊肉 冬至其实就是 24个节气中的一个节气 是冬天最冷的那一天 据说在这一天吃了羊肉汤 整个冬天就不会冷了 当然这个说法有些夸张 但羊肉的确有驱寒保暖的作用 而且据说能够滋阴补羊 开胃健脾 特别是女生 冬天特别容易手脚冰凉 吃羊肉汤锅是再好不过的啦 不过羊肉虽好 吃多了还是会容易上火 所以在吃羊肉汤的时候 可以搭配一些蔬菜 喝完啦 吃完之后我整个人 马上就暖和起来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特别是冬天 如果是手脚冰凉的女生 或者男生 都可以去尝一下羊肉汤 真的非常好 期待你们的留言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